在公元六十多年,火麻的不作监狱里面 有一个人是已经年老了,他就是著名的保护总统 他在坐牵的时候有相当大的自由,可以随意的接待很多的来访者 其中有一个来访者是一个奴隶,这个人叫做奥乃希摩 那个时代有一个奴隶制的社会 这个奥乃希摩在保护之后呢,被保护慢慢的影响了给他理论 让他认识的耶稣,但是因为保护知道他是一个奴隶 而且他是跑出来的,他不是自由人,他是跑出来的 所以保护就特别关心他,保护特别爱他 有今天的五星二的话的时候,他把这个奴隶奥乃希摩看过自己的心肝宝贝 但是保护还是愿意让他回到他原先的主人那里去 可能他原先跟主人有一点点,不知道什么原因跑出来的 保护呢,就特别让他回去的时候,带了一封信给他的主人 刚好他的主人叫做费勒梦,也是保护领过神的教育 这个费勒梦是在小里亚希亚,他的奴隶奥乃希勇跑到了罗马 读今儿没有写,这个费勒梦得到保护的书信之后有什么反应 但是我们要想说,在奴隶制的社会,你想想保护说 我希望你看到我的信之后,能够接纳这个从你这里逃走的奴隶 然后呢,不仅仅接纳他,而且要把它看作是你可爱的兄弟 我想一下,这个太难了,在那个社会,奴隶主跟奴隶完全是两个概念 可是现在,保护要特别妨害那个奴隶主,他是个教育 保护说,如果你真的把你自己看作是耶稣的跟随者 你就应该不再把他看作一个奴隶,虽然他的工作可能还做奴隶的工作 但是在你的心里,你不要把他看作一个兄弟 就像你借着你的心,成为我的兄弟一样 哎呀,我估计是非常难的 你想一下,这些奴隶在当时的社会里 就好像你们家的桌子,摁子,椅子,或者什么猫啊,狗啊,牲畜一样 地位是非常低的 主人让他死,他也活不了 现在,他竟然保护要求挑战他,把一个奴隶看得跟自己的兄弟一样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如果贝勒梦接受了,那他就是今天福音所说的 耶稣所说的,他是真正可以做他门徒的人 他是耶稣用一个笔,耶稣所说的 有一个人盖房子,他不可能盖到一半有他 他是直到盖完了的人 就是真正的成为耶稣的门徒 完全符合了耶稣的期待 但如果这个贝勒梦不能够接纳奥莱西摩托自己的兄弟 因为他的邻居他的朋友都是奴隶主 他们会笑话他呀,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啊 你怎么能自降身价啊 他是谁,你是谁啊 你怎么能把他看作自己的兄弟啊 他分明就是跟你的伤口一样 那如果这个贝勒梦不能够接受保护的邀请 不能够接受保护的请求 把那个奴隶看得起在耶稣的兄弟 那他就成了今天耶稣徒义所说的 不能做他的奴隶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因为他的心里面还是跟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一样的看法 那就是把别人视为奴隶 自己是奴隶主 别人立自己高 自己尊贵,别人卑贱 但是所有跟随了耶稣的人之后 他们要用耶稣的心去看人 用耶稣的眼睛去看人 如果他们不能够接受 那就像耶稣的鼓越所说的 他是盖了一半的房子 他是打了一半的仗输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提前丧死 他没有提前天亮 他自己能不能 有没有这个意志 有没有这个欲望无前的精神 去做耶稣的问题 为什么很多教友 做了一半的教友 做了?原因有很多 不过有一个原因是今天耶稣徒义所特别要强调的 那就是他太心急了 他有一点心急的来朝 他有一点 他就是什么?有一大部分人跟耶稣同行 是跟耶稣同行 不是跟耶稣 跟耶稣一起走 跟在耶稣身后不是两个事 跟耶稣一起走 可以是散户 可以是旅游 但是跟在耶稣身后 做耶稣的门徒就是另外一回事 很多的教友做的一半 可能是一颗创的骨骂 有人看着看 有人走着走着就忘了 意思就是有人看了一下就走 有人走那一下 走了 十分之几就停了 有完整的走完的人 并不是很多 就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天亮的 要跟随耶稣 其实是要付出相当大的败奖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经验 哎呀我今天 我给骗子说 哎呀我今年 我一定要把圣经读完一遍 哎 第一天那种情况做得很好 第二天很好 第三天很好 到了第十天不行了 第十一天放弃了 因为你没有一天想法 一年要读完一本圣经 是需要各种的计划和意志力 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不只是在关于跟天部的关系上 尤其也在任何的事情上 我们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三天打鱼 两天晒暴 一开始非常地有热火 后来遇到一点点困难 有的人在教育里面服务很热情 服务了两次三次不来了 为什么呢 遇到一点点困难 可能跟别人有一点点困难 可能看很多人不喜欢 然后不难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今天都没有想到 他是跟随耶稣 还是跟耶稣同行 如果是跟耶稣同行 走一段路 无所谓 但如果是跟随耶稣 那就要跟耶稣一样 所以今天的话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耶稣自己 对自己所说的 谁如果不跟随我 不脑恨自己的兄弟 可能是家人 冷冷的 甚至自己的心命 不能做我的 耶稣自己就是怎么样 脑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当然不是 你恨 如果你恨的话 我记得修道的时候 那个时候 可能有些修道的人 刚开始不懂 然后分享的时候 院长就问 所有的修士们 说你们每个人为什么修道 有一个人这样回答说 因为我讨厌我的家人 你看那个讨厌 跟这个讨厌是两个事了 那个讨厌是牵着讨厌 是不能在一起生活的讨厌 意思是 脑恨不是那个意思 脑恨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能够在跟随耶稣路上 把耶稣视为你的跟随 你的眼睛盯着他 而不是跟耶稣的时候 还要看着别人 包括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自己 你都不能够跟随到 那里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耶稣自己跟自己说 如果不威胁自己的实际下 跟随他 不能做他的问题 耶稣今天的福音说 耶稣往耶稣路上去 耶稣知道 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什么道路 是什么结局 耶稣已经怎么想到 耶稣绝对不会 被历史家的时候 领导一半说 不行了不行了 你咬着我吧 赶紧我给你们讲和 没有这样子 所以耶稣是一个 盖房子 已经想好了 我要盖自己藏楼 盖到什么程度 我要用什么材料 我要付出各种心血 他要挡仗 他知道我要打什么样的仗 我要付出各种 付出自己的全国 而不是一半 所以他一定能够上帝 所以做教育不容易吧 不容易啊 很多人领寻的时候 领寻的时候 不是很热心吗 哎 你能洗 好了 没有多久好了 大概 就是因为 没有好好地想一下 当然这里的意思 并不是说 你想一下 想好了 你就能够走到 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的意思是 你永远要把 你跟随的那一位 放在最前面 你永远要把他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你不要走走 看一看 你不要走马关的话 很多人觉得 信仰 信仰是什么 很多人到教会里面 跟到庙里面 双向一样 还是这样的心态 信仰就是 不要让我不舒服 可是 基督族的信仰 刚好是让我们不舒服 要是这个费了梦 把那个奥乃希摩 任奥乃希摩 这个奴隶 做自己的兄弟 他是不是会很不舒服 他会很不舒服的 因为当时的社会 当时的价值观 完全是相反 我们做教育的 你如果在生活当中 要把耶稣的福音的原则 放在第一位 是不是会让他不舒服啊 当然会让他不舒服啊 别人 别人看好了 或是 无论是钱啊 是民意啊 是房子啊 是车子啊 但是你每天福音告诉你 不应该把这些看为最重要的 而应该把 你跟耶稣的关系 你更是那样 看为最重要的 这个手势进行的是 我带来某种不舒服 是的 可是耶稣就是这样 刺逼我们 保障了 所以这里的意思 不是说 坐下来想一想 就能走到 而是的确 应该先坐下来想一想 你跟随的是谁 你要跟随 走的路是什么路 你走的路的结局是哪里 如果你走不动了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小的来说 我是一个小孩子 我在走一个楼梯 我把我的脚 迈上第一阶的时候 我感觉很费力 我迈上第二阶的时候 我就迈不动了 这个时候我要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一定会 反我的爸 我的妈妈 我让他来抱抱 让他把我抱起来 放在第十个台阶上 所以我们一方面 不要害怕 我们是在天主的怀抱里 我们所走的路 都是天主抱着我们走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不要把信仰看得太过于随意 我认识的 你们各位 我觉得还是很好 把信仰看得很郑重 很在意 很在意 也因为这个信仰 儿子调整自己的生活 但是有些人不这么看 因为这个无所对的 不在意 很随意 愿意来不来 愿意儿子不来 下雨了不来 天热了不来 没有冷气不来 交通不方便不来 就是把信仰看得很随便 但今天耶稣的福音 少让我们 不要把跟随他 看为很随便的事情 很容易的事情 无所谓的事情 你把什么事情看得无所谓 你就不会得到任何好的结果 你把婚姻看得无所谓 当然你跟别的男人 或者别的女人 可能都会被来影响 你把孩子看得无所谓 你就不会跟他 常常待在一起去教育 不是吗 你把身体看得无所谓 那你抽烟喝酒 就是幸福 无所谓 所以 什么东西你看得无所谓 就没有任何好的结果 尤其是跟耶稣的关系 跟随耶稣的动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